风浪越大 收获越多 最近几天风浪很大 趁着落潮 来海边赶海 见着海货 就像这些高退出来的海坑 随随便便 发现个鲍鱼 洒洒水的啦 卧槽 妈呀 可以呀 别出手别出手 现在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总不抓鲍鱼 抓鲍鱼一定不能揪动它 趁它不注意 快速给它薅出来 嘿嘿 像样的 跟我说 这个鲍鱼如果抓的时候 不快速给它薅出来 就很容易吸在石头上面 那时候 就不会这么求疼的 给它抠下来了 瞅瞅这个贝壳 一看就是个纯野兽的 上面布满了海里壳 如果是那种养殖的贝壳 就会特别的光滑干净 不过你们说 鲍鱼壳上的这些小窟窿眼 是干嘛用的呀 还挺不错的 这肉厚 仅是两三年前吧 这附近里有几十个鲍鱼吃的 后来被取缔了 我估计很多鲍鱼苗 就遗落在了附近的海域 这周围 肯定还会有其他的鲍鱼 今天我感觉肯定会打副手 像这种刚退潮的水空石头下面 是最容易藏海誓鲍鱼的了 这些小的海螺 很多都是被它们给残食掉的 看看 我没说错吧 这只 好像还在海底找吃的呢 它身体中备的这些猪手 全都张开了 好像还在如同觅食 哎呦喝 呦喝 好家伙 这吸的有点紧呀 我去大哥 不是吧 挺有力气的嘛 起来 起来 我靠 这也太急了 奶奶熊的 看我不给你拿下 小样的 还收拾不了你了 行哈 算你很 懂着 我去找个耙子去 得亏我今天是带着工具来的 利用杠杆原理 轻松拿下 还给我嘚瑟 不错不错 收获两枚暴鱼 这周围还有很多的石头堆 给他们尽量的多反找一下 说不准在哪块石头底下 又会找到收获 像这种海螺 我们这边还是很多的 不过这个太小一般都不要 平时捡到的 一般都跟手拇指这么大 但是这个附近没有 得去别的地方 我天 这发烂了好半天 咋就没有了呢 以前在这边 哎哟他 好家伙 地球复杂 差点给我买了酒 我要说的是 以前在这边 我还捡到了很多的鲍鱼 给海参 现在天气冷 海参鲍鱼就会特别的活跃 哎哟 小宝贝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这次一定要迅速出手 一气呵成 OK 漂亮 秋岛海边的纯野生鲍鱼 过去 好像还有一只 过来过来 得 是个破贝壳 白给我高兴一场 这次在海边 得找了一个多小时 捡了四枚鲍鱼 收获还行 纯野生 大海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